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1日,中国战区开始对日大寿祥。 寿祥地点多达16处,只将洽祥再让打开大寿祥序幕。 南京寿祥钢村宁寺如何垂次挣扎? 北平寿祥的地点为什么设在派和殿广场? 中国军队境外受降,荣光背后有何内幕? 台湾受降怎样见证台湾胜利光复回归祖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理应参加受降与接收。 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垄断受降才吃一净? 八路军新四军如何自主开展对日受降? 大寿祥系列节目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在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总兵里仍有一百多万。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刚村宁次不敢失败,不愿投降。 他企图死硬抵抗的阴谋,为什么没有得逞? 这一百多万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寿祥地共有16处。 各地如何接受日军投降,如何处置战俘? 诸如这些寿祥工作的细节非常重要。 交战双方是怎样协商并签订协议的呢? 讲解释临时将洽乡地点改在湖南浙江又有怎样的用意呢? 大寿祥系列节目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 浙江交锋谈洽乡上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讲 《中国战区大寿祥》系列的第一级只将洽乡。 1937年,七七卢谷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这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 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8月6日上午, 一架美国B-29轰炸机飞临广岛上空, 投下一颗原子弹。 数分钟后,广岛一片废墟。 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从临时开始,百万大军越过中苏, 中猛边界,杀向东北。 9日,另一颗原子弹在长期爆炸。 同日,毛泽东在延安总部发表了 对日最后一战的声明。 10日,日本天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宣布接受美英中苏四国波子坦公告, 请求投降。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也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 更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 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投降后,规模宏大的对日授降开始, 这是中国扬眉吐气的时刻, 也是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讲述中国战区对日大授降, 重温那段中华民族奋斗求生的历史, 并驳斥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谬论, 具有现实意义。 什么是中国战区? 中国战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太平洋战区之一, 其他还有中印缅战区,东南亚战区等等。 中国战区, 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成立的, 最高统帅由蒋介石担任, 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先后由美国将军史蒂威和魏德迈担任。 1945年8月,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一号, 关于受降区域的划分, 中国战区承担了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的沦陷区, 台湾包括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地区, 对日受降和接收的任务, 东北的地区就由苏军来负责, 日军当时在华的总兵力呢, 为128万3240人。 中国战区受降地总共有16处, 由中国陆军总司令和英卿主持对日受降工作。 那什么是陆军总司令部呢? 陆军总司令部它的编制又是如何呢? 1944年的冬天, 中国战区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应美国方面的请求, 蒋介石决定在昆明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目的就是为了将西南的各个主力统一起来, 便于配合战略大反攻。 陆军总部下辖了28个军, 86个师, 以及特种部队组成了四个方面军, 一个防守兵团和陆总的直辖部队。 陆军总司令是一级上将何英卿, 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 何英卿在干什么呢? 四五年的8月10日下午, 就是陆军总部在南宁前线指挥部, 何英卿正在部署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 进行反攻雷州半岛的部署, 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对日授降的任务交给了何英卿办理。 大树翔开始, 首先要求战败的一方, 就是日本请华总司令部, 向战胜的一方来进行洽降, 就是接洽投降的具体步骤等问题。 之后才是日军正式投降。 在哪里洽降, 地点很重要, 最初的洽降地, 蒋介石选择了江西的玉山。 8月15日, 蒋介石致电南京驻华日军最高司令部, 司令官, 刚存宁次, 指示日军六项投降的原则, 辨文如下。 一, 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 该指挥官, 因既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并速派代表至玉山, 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和英卿总司令之命令。 三, 军事行动停止后, 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 保持现有态势, 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 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和英卿的命令。 四, 所有飞机及舰船停留陷在地, 但长江之内的舰船应集中在宜昌沙市。 五, 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和物资。 六, 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 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付个人之责任, 并迅速答复为要。 刚成宁次接到蒋介石要求投降的命令以后, 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置之不理。 刚成宁次自收到日本大本营发来的天皇的投降的命令, 他根本不承认战败投降这个无情的事实, 他不服气, 于是发电给陆军大臣阿南为己和参谋总长梅精美智郎, 请求继续作战。 他狂妄地宣称, 派遣军拥有百万之众, 且连战连胜, 在国家之战争虽然已经失败了, 但是在战役上, 我们仍具有胜利性之地位, 以如此优秀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队来解除武装, 实为不应有之事, 意思是仗没打完, 我不投降。 16日, 日本大本营延令其即刻停止战斗, 刚成宁次虽然电令所属的部队即刻停战, 同时又指示停战交涉, 未有行动之前敌弱来攻, 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动。 17日, 刚成宁次依然叫嚣, 必要时应使用武力之自卫, 他声称我们现在是停战, 只字不提, 无条件投降。 显然, 他根本无视日本已经战败, 无视日本已经正式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事实。 一句话, 刚成宁次要带着一百多万日军血战到底。 刚成宁次作为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如果他不听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率领一百多万残存日军赋予顽抗抗, 后果将不堪设想。 后来他的态度为什么发生转变, 接受无条件投降, 并积极配合中方的受降安排呢? 对日恰乡一事, 世界瞩目, 中国作为战胜国, 负责对日受降的细节安排。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将恰乡地点, 从江西玉山改到湖南指江, 这背后有什么响为人知的故事吗? 大寿祥系列节目,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继续为您讲述, 只将交锋谈恰乡上级。 那么到了下午, 死硬到底的钢村宁次, 态度突然大变, 为什么又服软了呢? 因为他已经得到大本营的消息, 陆军大臣阿南为己自杀了, 梅京美智郎要代表天皇 去向美国军舰上签字投降。 原来呢, 面对败局啊, 作为陆军大臣阿南为己 和参谋总长梅京美智郎 同样是不甘心。 阿南为己要求继续战斗的意见, 被天皇否定以后, 硬着头皮, 把天皇发表的投降公告, 应付完。 最后在凌晨, 选择了抛福自杀。 梅京美智郎呢, 也要求死忠求生, 叫嚣什么呢, 加强防空, 就能够避免原子弹的轰炸。 我们依然有实力, 将来肯定能够反攻, 但在被天皇拒绝后, 梅京说, 让我去美国军舰上 去签字, 就和让我死一样。 但是呢, 他还是要代表天皇 去东京湾秘书里号上签字。 对于天皇的命令, 当村宁次虽然心有不甘, 也不得不服从, 因为呢, 他的责任重大呀, 要对一百多万日军的生命负责, 如果拒不服从命令, 可能会让他的士兵呢, 做无谓的牺牲, 何况, 中国政府将日本投降的电文, 还用中日两国文字啊, 印了上百万份的传单, 连同告轮炫区同胞书一起, 交由航空委员会啊, 派了专机拔架, 向轮炫区的各城市散发, 在华的日军都知道日本投降了, 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都服从了天皇的命令, 刚村宁次他还能死扛着吗? 刚村宁次啊, 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痛苦地徘徊着, 一份呢, 早已拟好的电报啊, 就放在桌上, 迟迟不发, 一直拖到17日下午的5点半, 他确认呢, 再无大翻盘的可能以后, 才给蒋介石赴电, 刚村宁次啊, 终于同意去玉山, 进行洽详了, 不过啊, 就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改主意了, 他将恰祥的地点呢, 由玉山改到湖南的浙江, 照理说啊, 恰祥是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 为什么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 就把恰祥的地点, 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又改了呢? 是他的轻帅之举呢, 还是另有隐情呢? 的确, 另有隐情, 名义上, 中国战区是蒋介石说了算, 可是真正是美国人说了算, 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反对, 他认为, 恰祥的地点呢, 选择在江西的玉山不合适, 为什么呢? 日军虽已投降, 但依然很傲慢, 不肯扶苏, 一定要在战胜日军的地方, 来进行恰祥, 而蒋介石选择的恰祥地点, 玉山机场, 这里却是被日军夺取占领, 破坏过的地方, 也可以说,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 都是个不光彩的地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要从美军轰炸日本东京的事件说起, 自1941年12月8日, 珍珠航事件爆发以后, 美军太平洋舰队几乎被灭, 美国的优越的自尊心,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国内士气低落, 为了提振人心, 激励斗志, 博斯福总统就一直蹲出他的军事人员, 寻找轰炸东京, 报复日本的一个办法, 但日本距离美国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轰炸机根本飞不到日本, 1942年的1月中旬, 美国海军作战部提出了一个方案, 用一艘航空母舰, 载着陆机的轰炸机, 到离日本海岸线足够近的这个地方, 舰载机起飞, 轰炸东京, 之后, 这些轰炸机呢, 当然不可能再返回航空母舰了, 只能飞往最近的海岸线, 那就是中国的折舰, 4月2号呢, 大黄风号航空母舰, 低调地从旧金山港, 激励起航了, 飞行的甲板上呢, 停放着16架, 经过改装的B-25轰炸机, 由大黄风号, 将这些轰炸机运输到距离日本400到500海里的这个地方, 来进行升空, 一直到18日的清晨, 美军在距离日本约600海里的时候, 被一艘渔船发现了, 两个小时以后, 轰炸机抵达了东京的上空, 向着地面的游库, 工厂, 军事设施, 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投下了一颗又一颗高爆炸弹, 巨大的爆炸声震撼着东京, 浓烟滚滚的, 腾空而起, 火光四射, 此时, 明古屋, 大阪, 神户, 也遭到了三架, B-25轰炸机的袭击, 在一连串的大爆炸之后, 日本的战斗机, 还来不及反应, 杜利特的轰炸机, 已经向中国的东海飞去了, 这个时候, 蒋介石才接到, 有美国轰炸机, 要飞抵中国的通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担心情报外泄, 事先没有告诉蒋介石, 蒋介石呢, 强烈的反对, 这是空心行动, 日本报复不了美国, 他会对美机降落的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报复, 从而, 中国会丧失, 浙江江西的大部分机场, 但美军的行动啊, 已经成为事实, 无法改变了, 蒋介石指的下令, 沿海的机场, 做好准备, 迎接美国轰炸机的到来, 奇怪的是, 没有一架美国轰炸机, 飞到中国的机场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杜利特的16架轰炸机, 除了有一架, 飞往佛拉迪沃斯托克, 就是海三威, 被这个苏联人扣留了, 苏联担心和日本之间呢, 搞出外交纠纷来, 于是呢, 就把这个飞行员呢, 给他扣押起来了, 其余的事物架呢, 在飞抵中国浙江, 江苏海岸线以后呢, 由于大雾很迷航, 机组啊, 根本找不着机场的位置, 飞机燃油耗尽啊, 相继的迫降或坠毁, 大部分飞行员呢, 迫降或跳伞, 有的呢, 被这个国民党的部队, 还有被新四军, 和当地老百姓呢, 给救了, 送到了重庆, 还有的被日军抓住以后呢, 就当了战俘。 这次美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轰炸, 虽然美方的损失不小, 但对日本法西斯, 却起到了极大的战略震慑作用, 日本朝野和军方震惊恐惧之余, 他们对本国的防空防御能力产生了怀疑, 并认为, 美军轰炸机的起降和补给, 都是依靠中国的军事基地和机场, 于是他们决定, 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和破坏行动, 那么他们是选择哪些地点进行轰炸的, 这跟蒋介石将对日洽祥地点, 改在湖南浙江, 又有什么关系呢?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非常震怒啊, 第一, 既然中国和美国是盟国, 你美国飞机要降落在中国沿海的机场上,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这分明就是对蒋介石的不信任, 二是, 美国这次行动啊, 如果早一点通知他, 他就可以通知第三战区啊, 沿海的机场进行接应, 多少啊, 还能保存几架轰炸机, 本来呢, 美国打算给陈纳德啊, 第十航空队, 16架这个B-25重型轰炸机, 就这么全报销了, 中国当时呢, 最缺乏的就是轰炸机, 如果多多少少能给中国留下一两架, 对抗战呢, 也能发挥一些作用, 第三呢, 是中国得不到好处, 反而会惹恼日军, 对中国沿海机场啊, 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不但机场要遭殃, 而且啊, 折干县一带的抗日军民, 也要蒙受巨大的伤害与损失, 因为呢, 蒋介石要为杜利特来进行买单, 果然, 这次轰炸啊, 引起了日本朝野和本土陆海军, 极大的震惊, 这个时候啊, 日本人开始感到本土已经不安全了, 日本大板营啊, 为了防止中美空军, 利用中国浙江一带的机场, 对日本本土实施穿梭性的轰炸, 当日决定摧毁中国, 在折干线上的空军基地和前进机场, 继而啊, 日方认为摧毁了空军基地, 中国还能进行修复, 决定了摧毁这些军事基地, 打通折干线, 制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请华日军总司令部使用了兵力达十万人之多, 作战名称啊, 从原来的浙江作战改为折干作战, 从五月中旬到八月底, 日军破坏了渠州、 京华、玉山等飞机场, 并且打通了折干线, 历时三个月的折干战役啊, 就这么结束了, 在这场战役中啊, 中国惨败, 约二十五万军民啊, 死于这场会战, 因此啊, 蒋介石将恰祥的地点, 选择在玉山机场, 只能是掌日本之威风, 灭盟军之锐气, 理应遭到啊, 魏德迈的反对, 因此啊, 蒋介石就临时决定, 将恰祥地点, 改在芝江机场, 何英卿呢, 接到蒋介石改地点的命令, 当即致电呢, 驻湘西的第四方面军司令官, 王耀武, 日军呢, 将在芝江向我投降, 速派员, 妥善呢, 准备典礼, 以及官员呢, 来宾的接待问题, 王耀武呢, 深感这个恰祥之事啊, 干系重大, 一刻也不敢迟疑, 当即呢, 召集副官处处长, 进行开会, 派人员呢, 前往芝江, 全权负责, 恰祥筹备工作, 担当好呢, 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国际声望的历史重任, 王耀武派人呢, 赶到芝江以后呢, 落实典礼的会场和交通工具, 以及做好接待工作, 筹委会呢, 经过反复的研究, 确定呢, 洽祥当中的四项主要工作, 第一, 筹备机构呢, 暂名为日军投降, 签字筹备委员会, 由新六军, 军长廖耀湘, 中将来任主任, 第二呢, 一切交通工具, 均由新六军提供, 第三, 所需要的餐具, 由兵战司令部来提供, 第四, 经费, 由兵战司令部垫付, 不受预算的限制, 以庄重大方为原则, 招待呢, 由第六军的少将夫, 参谋长陈颖庄负责, 另由呢, 陆军总部的上校参谋呢, 陈少凯负责保卫工作, 这两个人呢, 都是留日的, 18日下午6时, 蒋介石致电钢村宁次, 南京, 驻华日军最高司令官, 钢村宁次将军, 玉山机场, 目前不能使用, 改为, 湖南止江机场, 核实起飞, 另行通知, 钢村宁次, 能接受中国方面的新的要求吗, 他们的恰强特使, 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到达浙江机场吗, 咱们下集再说, 感谢收看, 再见, 只将恰强标志着日本清华战争的彻底失败, 象征着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那么这个永载史册的恰强标志是怎么进行的, 各地的受想工作又有怎样的约定呢, 下期节目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 只将交锋谈恰详, 下集, 下一集 ji